与其考虑宝马三系奔驰C 还不如入手今天的这款凯迪亚克尔CT4呢 现在不仅一口气降了5万 跌至16万多 同时在动力层面更是能够不滑出211匹的马力 再加二豪华大后驱 足以说明这款车是有多么的优秀 对于那些预算有些还想开豪车的消费者来说 入手也是一个好时机 外观方面采用了凯迪亚克尔家族式的设计以言 显眼的钝型格山再搭配黑色的菱形网格 以及绝阵式的埃子大灯 让整个车头看起来非常的锋利又霸气 车身侧面的腰线也是非常流畅 再加造型别致的龙骨 以及车窗周边的黑色失调 仿佛在诉说着这款车的运动法十足 差弹更是达到了4米760 轴距达到2米755 空间方面的表现中规中矩 最近后排也是不会出 认为顶头或者顶腿的情况 后备箱的深度也不错 提供了充足的储物空间 那你完全能够应对日常使用的各种需求 内饰方面一言体验的照管这个独特的品牌风格 虽然没有特别的上档次 配备了8n寸中共屏4.2音速液晶仪表 多功能翻案盘 开连网 车态智能系统 语音识别 运速寻航 四种驾驶模式 前方碰撞预警 周端安全系统等功能 都是能够满足你出行的需求 而且在动力层面有两个版本1.5T和20能T 强者马力能够爆发出211匹 齐配8T变子香 扭矩能够达270 功率能够达155 后者马力能够爆发出2327 扭矩能够达350 功率能够达174 百公里加速能够达7.9秒和6.9秒 也看1.5T排量小 加速可以说非常的快 而且还非常适合那些预算有限的消费者来开 底盘方面还采用了强热度的选价 大家要精心的调教 更是能够让你体验到满满的驾驶乐趣 在这款凯特亚克尔CT4价格方面更是一路跌至16万多 入手 绝对是一个好时机